我們面積講完之後 那 其實真正最常量的 都是扣除內孔鏡面積 就是在工業設計類的 你如果是在建築室內設計 其實我們通常都是算樓地板面積 那樓地板面積你不用扣除家具 沒有人這樣扣 那通常就是只是一個區塊而已 那如果你想做扣除內孔鏡面積 因為有時候很複雜 所以這裡講幾個技巧 有三個方式可以讓你比較快去執行到這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先把它黏起來 你變成黏起來你查面積是不是AA的O就可以查 所以PE裡面PE還記得嗎 是PA裡的就是那個 編級聚合線 編級聚合線裡面有個叫J結合 所以如果我要量面積的時候 我可以先用PE 然後隨便選一條 轉成聚合線之後按J結合 全部黏起來 變成一條聚合線 這時候用AA的O 是不是就可以查了 但是這個方法比較不好 因為反正你只是要聚合線 所以Bungy更快 BO裡面選聚合線 點選內部點 是不是就畫一條出來 那這個就AA的O去查就好 就可以有 AA的O 然後就可以直接量得到 剛剛這個 所以這個知道就好 其實也可以這樣用 但是用Bungy是比較快的 那Bungy的話 剛剛也有示範的就是說 反正我點選內部點 建立一組新的之後 我就可以查它 那如果要扣除內孔鏡面積 其實也是一樣 例如說我要這一組 扣掉裡面的鏡面積 就是這個形狀扣掉裡面 那我是不是要兩個形狀 一個外面一個裡面 那你在執行BO的時候 你點在這 你不要點在這 你點在這 是不是只能偵測裡面 你點在這 是不是內外都偵測到 那他跟他 是不是就被拿出來了 那我就AA的A先加 然後 先把它加進來 然後再 S-O 我沒有得到O AA的A的O 先加 然後 S的O 再選它 嘿 就減掉了 在這邊 這樣就可以得到 那個 靜面積 但是 你會發現 很不好用 因為你要先加 後減 所以最後 我們 為什麼會把REGEN 拿進來用 REGEN 拿進來用 就是 我就直接先把它減完 再量不就好 可以嗎 減完再量 是最快的 減完再量 所以 如果你今天像這個也是一樣 我要把它減掉它 那我一定會先怎樣 乾脆 先把它變成 面玉 然後 SU 先選要留的 再選要減的 然後 確定 有沒有 減完了 這時候是不是 AA的O 一次 就好了 一次就好 就不用那麼累 在那邊什麼 先加後減 因為你已經減完了 只有一個小地方 稍微注意 如果你是用面玉 你已經減掉了 你是用面玉去查詢的 這個 這個周場 通常是不可用的 因為這個周場 是含孔淨周場 就是 外面 加 裡面 就是這個周場 通常 我們比較少在用這個周場 這個 鏡面劑 我們倒是很常用 因為我們通常 定義的周場 是不是指最外圍 很少會連裡面夾進去 好 這是稍微要注意一下下 那 所以 Vegion 是最好用 我們經常需要 類似這樣 跟你講說 呃 最外面 扣掉五個小圓 或者是 最外面 扣掉裡面的所有的洞 那你不管你是什麼形狀 如果你做面玉 你就會發現很快 R E G 先全部選起來 做成了六個面 然後 SU 先選要留的 再選要減 再選要減 再選要減的是一個一個點 但是你也可以全部都點選 這樣很快 這樣一次減掉了 減掉之後先檢查一下 是不是我要的 喔 真的減掉 這時候一個 AA的O 就解決了 那再來這也是一樣 REG 先全部 就存面玉 所以他做了二十九個面玉 然後呢 SU 先選要留的 確定 再選要減 選要減的 可以全選 直接選 因為你已經跟他講要留 所以這個東西等一下不會減 好 這樣子更快 有沒有 有沒有 更快 你也不用在那邊慢慢的說 先選到他 然後再選到他 再選到他 再慢慢選到他 深趴選到最後外面那一個 不用 就全選就好了 這樣更快 所以 AA的O 去選他 這樣就扣除內孔筋面積了 這樣就非常快 所以最後 結論只是跟各位講 如果我要的是 外圍的周長 或面積 最外圍的 你可能直接用BO 去做一個 翻出來量就好 如果要問你扣除內孔筋面積 不管他是什麼孔 先轉面玉 然後SU 先選要留的 再選要減的 減完檢查一下 欸對 沒錯 這時候一個AA的O 去量他 就馬上得到 扣除內孔筋面積 不管裡面是什麼鬼形狀 都可以 那來 技巧就這樣 這兩個最好用 一個是BO 一個是綠卷 來試一下